歡迎大家來到新一集的爛片童號研究會 大家好,我是Sunny,大王,Sunny真是好人,你真是很仁慈,因為今天錄這集之前有拍的NG,之後會放在Hard Look 檔案上,你居然當作今天是錄老嶺,老嶺影視會不會講電影,很合理 是的,但今天我們講幾套電影,你放在老嶺那裡,就似乎真的太過厚度了,因為我們今天講的電影是聖鬥時星矢特別堅靈,真人版電影 對,離身我是一個星矢迷,看完這部電影的感想就是,這部電影不放在藍片會那裡是不可以的,因為這部電影真的太離譜了 龍珠終於都有對手了,龍珠,KOF和星矢真人版,現在是萬改難作三寶 這部電影其實都... 我不用你這樣說 為什麼? 你怎麼能夠將Death Look的鬼佬真人版 放上去,四天王 你怎麼能夠這樣做 又爛片四聖獸 這個是新年代的四聖獸 其實後面可以再說說,我覺得我能夠分成這個次序 是的 但是那個黑人L還經常勁聯的樣子也是厲害的 跟這個一揮一比的 這部電影其實在正式上畫前,又不算很多討論的事情 間中也有很多的嘲諷 但是我覺得現在坊間對萬改真人作品 有時候的態度有點不太好 很多時候不是從結果去看什麼 又不喜歡造型的那些 但是很多人真的未看,或者連trailer沒有 就一定先當人壞了 我覺得又不應該是這樣 但是當看過trailer 看過那些造型 大家就越來越擔心了 那這部電影真的上畫了 成為了一顆超強的票房毒藥 日本那邊,日本 都是高速上畫高速落畫的 那種高速上畫高速落畫 那你不用知道海外都是買的 這套東西是2023年4月28日 日本上映先的 然後就5月12日才會上映 那當時一上映 當然是大鑊 大鑊好評 不用大鑊,兩個字 大鑊 當時那些記者就訪問東映 大概的意思就是 現在你票房炸彈 不是票房毒藥,是票房炸彈 你怎麼辦 然後當時東映應該有個回應 就是說我們不是靠日本票房 這套東西是拍給全世界的人看的 即是International 那好了,去到5月12日 美國上映 這套東西的預算 即預算 就拍了6千萬美金 以真人的萬改來說 都算是大預算 厲害了,最後收回票房 是690萬的美元 即是十分一的票房 我在這裡 我有兩件事 我覺得很神奇 即是本身 雖然他虧到這樣 你想想 6千萬的預算 收回不到700萬美金 他已經想到我虧到這麼多 今年大鑊 你小時候想不到 今天有The Fresh 可以虧得比他更多 對 而另一件事就是 但現在The Fresh Firm 不是現在這個更厲害嗎 是啊 好可憐 那The Fresh是過億的 對 那不同的 因為他那邊的鋪大 是啊 即是只計算金額 就是那邊比較大 另外的事情就是 當他的預算是6千萬美金的時候 我畢竟又想起 到底Bout of Pay 是拍了什麼出來呢 為何這個預算要這麼厲害呢 對呀,同價啊 不是貴一點 他還說是一億的 對呀,Bout of Pay一擊 是啊 之前另外一套才是幾千萬搞定的 捉價 捉價是五千萬 鋸大樹 對呀 但這套起碼有特技 至少這套打得比Bout of Pay的老婆 Bout of Pay說 用了很多錢在那個遊樂場那裡 對不起 我無緣無故想起一些 不應該留意的事情 那套都是冷片 那套真的是樂格精英 你真是不知道錢去哪裡 另外呢 剛才你們說起上映 我還看到一單花邊的新聞 在2023年的5月3號 在日本的仙台 有一間電影院收到觀眾投訴 本應播放這個Super Mario電影版的場次 電影院不播這個聖道士星子 因此造成現場的鞋童 觀眾受到不播電影的暴力畫面 而驚嚇大哄 哈哈 其實我覺得MARIO暴力一點 MARIO一會踩死人的 這邊的人踩幾個都不死的 你看卡西歐不斷扔 星子扔了幾分鐘都不死 對 我覺得這邊的人沒那麼暴力 我解決一條數 是The First虧得多些 因為The First的公司大 這套東西只有6000萬 他計算埋單找數 他是虧5700萬 都等於是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當然近來也有很多萬改作品 例如像One Piece那邊 現在說法都說美田明一郎的參與度都幾高 出來的口碑就較多好評 我這樣叫做 好評 這套到底原作的參與有任務呢 很多人說 好像當年《龍珠真人版》 基本上都是被外國自由發揮 可能日本那邊沒有什麼參與 不好意思 其實這套在製作那裡 那個公司 基本上擺第一個名字 是先擺東映的 東映完之後 先擺一間是Sony的子公司 那擺在那裡 三間 所以東映都放得好 而裡面 保留著是展示東映的名字 可以說片頭一點 當然是展示東映Anime 那你當時 是不是東映自把自為 那些車庭正美 就是原作者 都參與到多高 相信應該 現在都找到某些資料 是他參與到高不高 但是 有若干新聞說回來 就應該相信 這個聖衣設計是他要的 即是現在有些新聞這樣說 但這個就不100%全都認識 但是有些相信 應該是他要這樣 聖衣做出來 就說要不是以前 海甲那樣的 有皮甲的感覺 我想要跟聽眾分開三件事 集英社 東映 還有原作者 因為有些人 網上寫蚊子 亂寫 那他這次 其實東映一定不能就算 他是製片 他是發行 他是監製 還有當年東映改去動畫 沒錯 所以其實東映本身 責任是很大的 而你說之前的龍主 基本上就是 少年針 即是集英社 賣了一半 賣掉了 兩個個案 後期沒有眼看 其實我覺得集英社 還有 杜山明應該是 而這邊 東映的參與度當然高 而車廷正尾 據新聞說 應該相信 現在那套聖衣設計 應該是他要的 他要不是海鴿的感覺 而是有皮鴿的感覺 所以那些新聞說 他想把作品現代化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現代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覺得 星翅那個口罩 有點像現在 之前人家的防花粉 或者不織布那些 口罩 近年大家受疫情肆虐 在他戴著口罩 到處走 是不是 那麼星翅是他戴著口罩 你怎麼能夠高一點 星翅跟他說戴口罩 如果疫情期間上 可以做口罩大事 那套這樣的夾鑊 真是屌你了 所以 車廷正尾 相信在設計上 他應該是有份的 而另外 也有些人訪問過 車廷叔 問他 到底這套真人版 有什麼看法 他在訪問的時候說 其實 看著星翅長大的 少男少女們 相信現在都已經長大了 就是我們這班 而製作的劇組團隊和演員 是走回外地 去拍了很多不同地方 去拍攝本片 相信這些製作的意情和誠意 一定是會傳達到給觀眾朋友的 基本上 這套東西 你說車廷正尾有沒有份呢 我相信應該不是參與到 就是他有參與 但是 有些東西始終現在看劇本和導演 都是鬼佬那邊的 但是可能有些 拍攝上的東西 或者甚至有些皮套 那些就相信應該是關東影的 因為有片中的皮套 或者場景的 佈置 質感 都很有現在東影的感覺 那種那西的感覺 都是東影才能做到的 近年的事情 所以這套東西 基本上 如果 如果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星始迷 就 先聽到我們這集節目 因為接下來 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可能你說 造型不漂亮 說不定打鬥好呢 打鬥伴隨的 說不定劇情也好看 那你就可以造型不好 也算了吧 所以跟大家說一下 他的劇情是怎樣 他一如我們認識星始的故事 星始小時候 就跟姐姐失散了 但是這裡的失散 星始是目擊了整件事 他姐姐有一天 就是她跟星始相依為命 然後有時候會練一下功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練功 然後有一天 姐姐突然跟星始說 叫她快點躲在衣櫃裡面 沒有我的指示 你就不可以出櫃 這樣 不可以出櫃 我明白 我明白 一定有意思的 有些行為 然後星始就在門口 看著姐姐被人夾走了 過了很多年之後 星始長大了 就在黑市的地下拳館 打黑拳 開始跟Mortal Compact 跟真人版第一一樣 他首先跟我的契弟打 但是星始就不進攻 就在避來避去 同一時間他就挑釁地下拳館的老闆 翻鋼膠 其實是卡西歐 就是在漫畫版 最初紅阿星始爭 天馬佐聖姨 我知道 但是他這裡呈現出來 就是王小虎 對了這個翻鋼膠 是 就是本身卡西歐 雖然漫畫版卡西歐 死那刻我也是有些feel 我真的想不到 有人本來把卡西歐寫得更加差 這個劇本就厲害 卡西歐就跳進去跟他打 要什麼跟真弓打 打到一半 星始上其實他心裡有一個獵的 大家都看到是天馬佐的獵 他的軍牌 那麼突然發亮 然後就震開了卡西歐 然後同一時間星始有機會 就捧那些鐵籃人就逃走了 他走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突然有一個中年大叔跑出來叫他Follow Me 這個不是吳曼達 就是一個黑人長頭髮紮辮 他紮的不知道是什麼辮 雷鬼辮的黑人就叫他Follow Me 跟我走 還說我們知道你想找些什麼 我們會告訴你 你也不難猜到應該是成虎剛正的人 我猜莫非這個是神奇? 又或者會不會是其他青銅性鬥士那些 之後就看到有個大叔出來 金發大叔 金發大叔一聽就知道有錢人來 你也不難猜 當然他裡面有他的名稱英文那些 但我們為了方便星子Fans 你區分角色 我們也用原作的名字去稱呼角色為字人 這個其實就是成虎剛正 成虎剛正就出來說一個設定給他聽 也是說回 類近就是你是我們要找的人 你現在覺醒了宇宙能量 他將這個小宇宙 現在是寫到怎樣的 最近是有班人天選之人才有那種小宇宙能量 當然其實原作體 原作體經常說每個人都有自己小宇宙 我覺得這裡也解僱了原作設定 無雙能量 是他現在是像古老闆的無雙能量 我想說這個小宇宙設定 其實本身就已經解僱了以前的設定 但不要緊 因為跟他說車廷正美自己的ND 也解僱了其他作品 再解僱了自己的天界篇 所以解僱設定這件事是小事 然後看到成虎剛正 成虎剛正說了設定 這個地下拳館其實就是要找你這種人 然後我前妻 現在帶一組人過來就要抓你這些人 你就跟我走 要不就跟那幫人打吧 結果升次就跟這幫人走 然後呢 有架飛機過來 然後有幾個人跳下來 穿著黑甲的 好像很帥氣 但你細心一看 嘩 那套黑甲真是 我擔心閃電全真機 連帶無線造的很漂亮 我覺得其實他好像那些人練台拳道 不是要帶一塊放在那裡被人踢的 你直接想到他的製作過程 就是買了那些 紮住在身上 然後再撰一些東西在上面噴油 除了那個頭盔之外 其實全部都是沒有設計可言的 去老美去的甲 搖搖搖搖搖的 那時候我想東映參與度多高 我看Pops應該是東映做的 那種黑的程度 是現在東映才做的出 還有我那時候在公司吃飯看的 我看到來這裡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笑的原因是 成戶光仲一走出來的時候 不是很帥氣嗎 插著袋在旁邊看著星矢 很冷靜的 然後我前陣的人來 然後著草跑 我看著很狼狽 正常應該是 他知道我現在走過一次 然後慢慢走 其實有霸氣很多 他是一起跑的 我看著你這麼狼狽 你說馬上成戶光仲 說乾弟在走一摸 真的 他們跑得慢就死了 因為有幾個黑格人追他們 成戶光仲不是一個時間管理大師 他算錯了 幸好光頭佬拿著晒扒出來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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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說為什麼是光頭佬 不是剛才那個黑人跟成戶光正的不是神技嗎 不是 原來那個黑人真的沒有關係的 黑人就跟成戶光正的星矢說 你先走 這件我頂 他整個不驚人的 看我表演 看我表演 他講出了星矢最經典的對白 你來我頂住 你們先走 每次闖不同工都總有一個聖鬥士說這句 我以為這個其實是聖鬥士嗎 你這樣看就不是神技 但是那幾個黑甲的特種部隊 我怎樣叫他 其實他就應該是想reference白暗黑性鬥時機 然後那幾個就衝過來 我想黑人應該怎樣也打一會才輸 不是一會 一拳 一拳 他臨打之前還要扭一扭頭 就是很厲害的人扭一扭頭鬆筋 他鬆完那個頭就已經暈了 一拳一轉七八二落地就完蛋了 他被人打暈的那一瞬間秒數 是比他鬆頸還短的 然後那一刻我就只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集英社 我很想說回集英社的另一套作品 經常說一句對話就是銀魂 你來幹什麼的 你阻礙不了人 阻礙不了幾秒鐘 然後 沒有幾秒 哪有幾秒 跟上縮頸也有的 然後他就跑轉彎 黑人就暈了在那裡 黑人後面有用 後面才說 然後成木剛就升次跑 然後跑到一轉彎 有個光頭佬拿著一把槍 那我見光頭佬 那這個應該真的是神奇 那這裡我覺得 這部電影唯一可以稱讚 就是神奇的角色是有趣了很多的 他將它現代化了 還有其實他也是那些 鬼佬裡面常見的型格大叔 他簡直是John Wick那個 日本師傅來的 對 還有 還有 他是 再混合了 Alfred 他應該類近 是當是 Batman的Alfred 那種設定 就是以前應該是 軍人 容兵 現在就跟了 成木剛正五 那些事情 他是想做這種設定 現在這個神奇的 戰鬥力是很高的 但其實這樣才合理 因為 本身成木剛正五 其實 神奇是去管家 應該是去看著沙漬的 但每次沙漬小姐有危險的時候 神奇只要立出一把足道 然後也是秒數被人打暈的 就是這樣 而現在這個神奇是厲害的 他拿著 Sniper去 射那些 所謂黑暗性鬥士 當是 射那些人是能阻止他們的 然後射了一會 他就衝出去 找了一輛車 上車 然後就開車走人 裝格急步車 然後光正的前妻 就拿一部飛機在上面追他們 不斷爆他們 我看到那一路 我也是覺得很好笑的 他又有地下拳館 又有整班特種部隊 又有飛機又有大炮 光正是怎樣逃脫的呢 他就跟GTA一樣 走到隧道上就逃脫了 那飛機明明是拿導彈射到他 他走進隧道上 他不打算再走下去了 那隧道他犯了哪個錯誤 他犯了吳萬達的錯誤 他炸掉了隧道就不能進去 然後星奇本身還很帥 下車就跟成功光正說 你不跟我交代什麼事 我不會跟你走的了 我不會再走下去了 然後神奇就看著不亂的時間 一浸泡暈了他 之後就把他走進去 如果星奇很帥的 我可以 因為他本身的角色是這樣的 應該是衝動人 然後星奇醒了 就發覺自己是私人飛機 然後轉過頭 就已經角落在成功光正的大屋裡 然後很快就看到這個鬼妹沙漬 然後就跟他一起吃飯 又交代什麼事 那其實那裡 因為光正曾經離開那個房間 離職了一會兒 那他離職了的時候 沙漬就突然間 他身體裡面的雅典娜力量爆發了 其實那一幕呢 都很害怕的 即是他為什麼會爆發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看你不會明白 那一刻爆發 你唯一有理由相信 就是跟星奇說話 星奇最初在吃飯吃到狼吞虎宴 然後沙漬就覺得 我搞錯了 吃飯吃到這麼沒有儀態 我們住的地方 就是 今餐有得吃的時候就盡情吃 因為我不知道下餐什麼時候有得吃的 他說這些事情你不明白的 大小姐那些事情 是不是做回星奇和沙漬 本身就是有這種對立面的 是OK的 這裡是OK的 但之後就開始講一些設定的 就是為什麼要找你過來 因為你是有宇宙能量的那些 而我裡面就是女神 然後說你可以跟女神吃飯 那些什麼感想 那些什麼 那他意思就是那個笑鬼 就是覺得你這個愚蠢的女神 差不多就是 你是女神我男神 他差點是這樣 就是有些像 顧客仔 差點 你是什麼 我是葉玉興 他差點是這樣 黃興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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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廣告那裡 所以沙漬爆氣 但是沙漬爆氣 那天完全沒有感覺 他像什麼 他像吃吃飯的急事 真的像 真的像 哇 肚子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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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吃吃吃飯的急事 然後那些氣氈爆出來 然後家屋外面有他下閘 然後父親就回來了 江正就回來了 就叫他 你沒事的 你放鬆點 然後外面這閘聲 就說 原來這個設定說 他是雅典娜轉生的 但他也未必能控制到雅典娜的力量 所以可能會滅世 也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前妻的人再說這個設定 就是說 所以每次他有能量爆發的時候 別墅都會馬上下閘 困住他 放了一些能量 讓外面探測不到 找不到 讓前妻那班人 找不到沙織出來 但我心想 其實你知不知道 訊號 在他爆發 和你的集落 那一瞬間 中間是有一個延避的 我比較想知道 你這麼大間屋 你前妻怎麼找不到 是啊 你前妻 然後飛機又大炮 好像很大勢力那樣 飛機又大炮那個衛星的 全球衛星要找那座東西 不是很難 而且你的飛機也看著是你的飛機 怎麼找不到 那不要緊 我都想到 真厲害 每次能量爆發的時候 就下閘 你不計算中間有一個距離 流出來一定會探測到 那算了 你說是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是姜屎新展示 哪部 其實我覺得他好像 他的女兒怕陽光 所以要下閘 就下閘了他 現在只是說是爆發 然後就好像 但是他一下閘之後 那個女兒就沒事了 他就好像在八月戀那裡曬傷了皮膚 阿C你沒事吧 阿Dina你沒事吧 那他媽媽就是那些殭屍 就是要約完華 我追殺他 我的晚餐 後來也說過設定 就是又再交代 就是說 他小時候爆發這權能量的時候 就是這樣就弄斷了他媽媽對手 就是弄傷了媽媽對手 抓到柴被斷 也說回其實 當然就不是親生的 當然是江正跟他太太一起 撿到沙跡回來 然後怎麼撿到回來呢 這裡是根設定的 就是說 他們有一天就是遇到一個黃金性鬥士 都是人馬作艾洛斯 然後就是抱著阿Dina 也知道了這個設定 知道了這件事 就是知道了什麼宇宙能量的這回事 就是這樣就要把阿Dina養育成人 但是有一次呢 就是能量失控 就弄傷了媽媽對手 也是這樣 她媽媽後來只可以靠他所謂的宇宙能量 就去維生 就是維持身體的東西 而後來就所以 他跟爸爸分了兩派 就是爸爸就是要保護女兒 而媽媽覺得呢 是應該要想辦法 燒除這股能量 否則這股能量 即將有一天會滅世 就變成公司滅世 但是如果燒除這個能量的話 其實很有機會會殺死阿Dina 所以兩夫妻之間就產生了分歧 亦都分開了 為什麼會引伸到的就是 她會不斷追著阿光正 其實想捉著阿光正去找回阿Dina 然後就有辦法消除能量 可能殺了她 中間另一件事的阿光正就是跟星始說 我講了這麼多東西給你聽 就是其實你是騎士 你有潛質做騎士 應該說 但是你就要保護阿Dina 那你怎麼知道要發展你的潛力呢 那你上山去訓練 那座山那裡有個混蛋叫Morning 那你上去跟著學習就OK了 星始開名說你是天馬座聖鬥士 所以你注定要保護女人 這樣說 所以星始就上了山找Morning去訓練 中間其實訓練的過程 都有點不夠的 例如我那時候也跟大王他們分享過 星始一開始的時候 是連石頭都打不硬 跟Morning練了很久 又跟他慢慢聊天 互相打開了心飛 所以你知道了Morning比較多的東西之後 星始也慢慢掌握到這個力量 那有一幕他跟Morning最終發練的時候 星始那時候已經掌握了力量 擺出姿勢之後 他的左拳就是有一道氣在圍著他 做了一些電腦的效果給他 然後他跟Morning就互相衝向對方 互關了 然後星始是出右拳和互關的東西 我看著剛剛那一幕的意義是做什麼 這一招其實有高超的格鬥戰術來的 你有沒有看過另一套經典電影《魚龍共舞》 葉得閒就是用這招的 我讀一下你就跟著他插明眼 他用了葉得閒的招而已 他致敬著我們的經典電影 致敬著Dini姐 在那裡也升起第一次 稍微變成半個身 他現在的聖衣就是透過他的牌 就變成一個聖衣箱 再放在自己身上 其實就有點像CG電影版的設定 就是用牌去變的 而他的能量還未完全掌握 所以他穿的套甲是未完成的 其實是有護心狀和單邊的樣子 他是有些想扮起最初升遲的那套青銅勝義 就是最初不是兩邊平衡 只是有個甲位是護心狀那邊的那套 但是那套也比他更多 那套也比他更多 那套其實只有左肩肩隔 還有一塊白布圍著身 那塊布我就要吵吵他 這套戲呢 我有時候覺得編劇和導演 應該真的還沒看過這套 有時候我覺得 我明白你很難把造型完全還原 特別你變這個真人版 正如我那時候說 那你叫Maggie Q那時候 做不知火舞師 不說大小波那樣子 你至少一件事 就是你很難真的穿到 那套不知火舞衣 我明白有時候不行 或者星宙遊者真人版 都說是整個阿菲那件衣服出來 只不過穿上去真的很快就很難 所以就不能穿一模一樣的衣服 要改一些我明白 但有一些事情 你這麼簡單都不做 你的導演和你的製作團隊 真是吃糞便 星室經典的造型就是 一件紅色衣服 那這裏呢 又懶惰的 阿新田真劍友是穿一件紅色衣服的 但問題是星室那件雞翼咒 是背心來的 所以我不是說他是黃小虎嗎 紅色T牛仔配白球是中 黃小虎 差一顆星 差一顆那星 但星室本身是 紅色背心的 其實如果你那一刻在訓練的時候 你叫星室真劍又是穿一件紅色的背心 然後有點懶惰的 然後手上包了一些崩帶 你跟星翼的衣服是一樣的 你星翼的衣服很容易還原的 有多難還原 他現在就是不買一件紅色背心給他穿 而且最重要是 問大家一件事 你覺得如果在特訓途中 現在這樣練法的 他穿一件紅色背心 扎結崩帶的手套 會不會很差勁呢 其實我不覺得是差勁的 我覺得你這樣又還原到原本星翼 穿那件三個衣服 你又可以做到 好像真的在練舞一樣 其實事情是OK的 都不會做 現在是做什麼事呢 現在市糕帶去Uriko買了一件紅色Key給星翼穿 有些像你穿了一件衣服 你現在穿了幾件紅色 你穿了幾件紅色 你穿了幾件衣服 那件也不肯的 是Uriko的 星翼的練功 我穿了一件衣服 和你現在的衣服差不太多 其實我符合主題 今天 有紅色背心 我不能穿紅色背心 我要穿分白身前真劍又一件 你這些東西都不懂得做 你不如吃糞便拍 這些位置真的簡單還原 你不只星翼的阿菲那件衣服 你真的還原不到 是你真的很難搞的那件 你做什麼懶惰 都穿了一套 我都算夠了 你這件衣服我都吵吵 最冷靜的是 他一覺醒地拿一件 叫做我當最初青銅聖衣那件 天馬座聖衣 一穿上去的時候 連裡面的T也換了 變成了一件米色的爛布T 我屌你老闆的聖衣會換到裡面的衣服嗎 他那塊米白色的布呢 我懷疑是劇組拿來包道具的那些 中間看著 換衣換衣換衣 隨便套上去 隨便套上去 神經病 因為 我明白有些事情 不可以是 下下跟別人的原作 你可以改 但是 你那件衣服都變成很笨 你原本星矢就是 我最近有一次 他穿睡衣晚上被人襲擊的 然後人馬座救他 一陷下去 其實裡面那件都是睡衣 你漫畫本身是這樣 那你現在 是不是一定要跟 不一定 但是問題是 你以後穿紅色衣服 你一轉 你又 除非裡面是整件 黑色包膠全身的 就好像牙狼那些 或者拉打那些 裡面全身包膠的 就好像穿一件膠衣服 然後再陷下去 OK 就是 你換了另一件 爛布衣服 幹什麼 什麼 聖衣箱裡面 包了一件爛布 就給你 你知道什麼爛布 是一些古代的東西 擺這麼多年 都還沒變成 擺布睡 你就算幸運 前手 上一手 穿得差一點 你的臉都弄出來 是不是這樣 我剛剛看他變身的過程 他不單是換了一件爛布衣 他本身是紅色 他本身是紅色T恤 他就轉轉轉 好像美少女轉身邊 你那件爛布衣服 是雞翼咒 你那件T恤是沒有了 雞翼咒 是雞翼咒 是雞翼咒 是啊 美少女轉身邊 突然 你那件衣服 怎麼會換衣服 穿著聖衣 這是雞翼咒 原本是T恤 那為什麼你一早不給雞翼咒 紅色的穿 你一早給雞翼咒 紅色的穿 你這件聖衣 回到紅色度 我整件事不一樣 你真的比較像 你稍為有看過 這件事拍不出來 我看到這件事 我一看到這件事 我真的有多生氣 你怎麼會變身 你會換衣服 你幹什麼 老實說 如果他變身這裏 應該過了一部電影 差不多一小時 差不多一半左右 是啊 我自己覺得太慢 我看到這部電影 我看到了這麼久 無聊的東西 終於有部電影給我看 我後來不明白 就是去到近結局 那一段才真真正正正 穿到那件聖衣上去 我覺得如果 你起完電影 這個速度 又可以的 我看到後面覺得 你這個位置 這樣處理又不是不行的 問題是你後面 穿甲那裏 再有他的問題 那裏再說 現在就穿了 穿甲 總之 他穿甲那裏 被人搶走 他現在變身 那一塊牌的回憶 都給他 他就記得 原來當他姐姐 被 成戶光正的老婆 抓走的時候 成戶光正 其實站在後面 甚至 其實他都不知道 原來夾走 家姐那班人 是成戶光正的前妻 他只是回憶 就是 夾走我家姐那班人 就有光正份了 因為你又可以 當他是 認識了成戶光正 之後 知道了真相 會明白 其實抓姓娜走的人 就是 江正前妻 是的 可以這樣 覺得他理解了 但是 那一刻的回憶 原來剛日在他邊邊 門口的位置 成戶光正 那條仆街 站在那裡 所以 聲刺就馬上 發覺 原來我被成戶光正 騙了 原來這件事 他當年是有份參與的 然後就想走 當然Morning又阻礙他 而Morning還打贏了他 但是 他就說 你一天就放我回去 你一天就殺了我 那Morning就放了他 是的 在星矢和Morning在練功的那段 其實他中恩穿插了另一段戲 本身在地下拳館和星矢打的這個Casio 很奇怪 這段是一個我解釋不到的邏輯 嗯 因為其實那個地下拳館 就是光正前妻開的 那他就找Casio幫他做看場 對 然後他就說 突然就說 走下來 你為何捉不住那個年輕人 被他走掉 那我幫你 你也被他走掉 那飛機 你派出去 我叫了你們 你過來抓不住 關我事嗎 那也不要緊 然後光正前妻就說 好吧 現在要停了拳館 要關閉他 不可以再去營運了 因為你令到這件事通了天 你搞拳館本身就是 為了找有能力的人 有宇宙能力的人 我幫你找到 你又說我這件事通天 你想怎樣 還有我不懂怎樣通過天 就是拳館的人知道 其實那些人都不知道 什麼宇宙能力 是啊 他看到Carsio被人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 然後星師就跑出去了 其實那沒人知道什麼 你只能覺得 拳館就是要幫你找這些宇宙人 那幫你找到 找到又不行 找到又不行 找不到你又罵我 你就是怎樣 是不是本身是Cut Budget的八婆 你只能這樣問 那Carsio就拍桌 不可以 我不可以 我要繼續玩 然後 可不可以貿易是我的願望 是啊 然後光正前妻 就給了另一件事 就是打了什麼毒針 或者拿一些科技幫他改 那總之 就是讓他獲得這個宇宙能量 那更強了就會穿鴿 就像那些黑鴿 那些黑鴿 那些黑鴿 黑鴿的契弟 那黑鴿的黑鴿 那黑鴿 那黑鴿 我猜他是Carsio本身的發音 我以為你不是說Carsio的 他的角不是凸出來的 就是不是向前凸 他是向上的 他是像烹頭腦 因為Carsio本身是烹頭腦 就是在漫畫裡 他是想裝那樣東西 尤其是說他的甲是強一點的 是Polo提尾的 所以就被烹頭腦發營 那中間在說這些廢話的時候 光正前妻身邊 都有一隻IT狗 就負責按電腦 又負責綁夾著Carsio 在改造他的身體 還有Carsio的牆 查了一會 他就是在電視拳館 按我們的宇宙輪 出現過 很多人都在說 是 然後中間再有一段劇情 就是他們原來捉了一開始 那個雷鬼邊的黑鬼 就是五秒鐘被鎖下的那個 就去逼供 那一刻我才知道 可能還有用 他說 這件事我們還有一個俘虜 我可以問 我想你還捉了誰 我原本有想過 那一刻我真的有天真想過 難道他們捉了一輝 因為我知道同學有一輝 你同學有一輝 我想說他捉了一輝 所以現在想去逼供問一輝 其實他在哪裡 誰知道一開房間 就看到那個黑人在 那我就想 你還不定那個黑人是一輝 那如果一輝 就不會被人被鎖下 但是黑人那間房間 很有情調 他困住那間房間 點了蠟燭 對 他好像找一塊石 找鐵鏈鎖住他 然後 整間房間點了很多蠟燭 來照兩間房間 你困住那個俘虜 你要點這麼多蠟燭去做什麼 還不定那些蠟燭 其實是現在的蠟燭 按鈕就開燈 就是火 對 他做得像 那些火 對 那些燈泡 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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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人平時對黑人做什麼 嚴刑敲問 你不回答我就敵你蠟燭 就敵他 幾個人敵你幾次蠟燭 自己看著黑人 我正在想 整件事很難看 你想想 這蠟燭你可以點多久 一支小小的都是個多個鐘 你每日要多少人進去換多少個蠟燭 你每天早上就是 你幹什麼?你做美術那傢伙 是不是Fuck的 重點是不在蠟燭那裡 重點是在這裡揭露了一個令我很震驚的消息 為什麼嚴言逼供逼客人說 到底成郝光正在哪裡 你應該去春代 你打算去嚴言逼供 你真的拿蠟燭去春代 我還可以讓你算 這裡一個蠟燭就燙你一個小時 你看燙多久你自己享受 你還是合理一點 誰知道就是IT狗進了房間 然後碰著 哈人的頭 然後有一個橙光彈了出來 然後哈人就看到幻覺 看到IT狗後面 好像有蠟燭想咬去 他說快點拿走他 快點叫他走 好可怕 那刻我心想 屌尼羅尾是以前的混蛋 原來IT狗就是一廢 鳳鴻在一廢 正所謂英俊一廢 像女人的 我相信是他弟弟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現在不知道他像誰 你知道嗎 我那個位置真的很震驚 而且這個角色的後面 他一直都很憤怒 但那個憤怒 不是一廢 一廢正怒的角色 就是他經歷了傷感的事 死亡王后島的事 所以他回來復仇 他才這麼沉默寡然 首先這個一廢很多話說 他說話隨時多個聲齒 然後 他裡面就一直串齒齒的樣子 然後一說話就好像 整天好像全世界得罪他那樣 整天在罵這個罵那個 說你給走了 那些東西 加上他的髮型 其實他的演員很英俊 但是他那個人的髮型 加上他那種 整天好像無緣無故發瘋的那種感覺 很像流馬車 真的有點像流馬車 好像英俊的流馬車 還有矮一點的流馬車 和胖一點的流馬車 你那個天秀人一廢 他真的充共性格 好像常常躁躁躁躁狂 真的很像流馬車 鳳凰座一廢 鳳凰幻魔拳 鳳翼天長 現在變成天水為朵天地獄獸 怕他英俊 就是角色設定問題 他設定了好像流馬車的角色 我小想不到雷鬼變黑人 竟然是怕蟲 那麼大橋不攻你也會害怕吧 你害怕不怕不攻啊 有沒有說不怕 那麼大橋你害怕不怕啊 但是你是做保鏢 做保鏢和怕蟲是兩件事 我覺得有點不可靠 那麼大橋從星河戰隊那些 你給他吧 我猜不到黑人是這麼用的 原來就是出場是為了被人捉 那不要緊 然後星矢因為他生氣 然後坐飛機 回到光靜的大宅 就說光靜你這個老爺跟我出來 你騙夠我 然後呢 然後呢 阿迪娜 沙精就好像地理老微 那樣 你先冷靜一點 他不是騙你的了 你冷靜一點跟我出去 我跟你解釋一下 你先不要生氣 他騙我啊 不是不是 他先不要生氣 他沒有騙你 跟我出去冷靜一下 然後就帶了他出去 在海邊跟他解釋一下 我小時候就炸了老母對手 所以老母又想追殺我 要拿走我的宇宙能量 我隨時死 老爸要保護我 那些 老爸那時候也不知道會搞成這樣 他只是想保護我 解釋了一大輪 你還說到星華的事情 其實星華後來知道他沒有宇宙能量 所以也沒有傷害他 之後他決裂了就變成現在局面 所以一副說 其實為什麼星矢這麼多年找不到星華 就不是星華出了事 因為星華怕如果能見到星馳 因為這幫人監視著他 他怕他們會因為這樣而找到星馳 因為他相信星馳有宇宙能量 就是這樣 所以不是找不到星華 而星華這麼多年都避開他 又說回這設定 所以說 你不要生氣 江正爸爸先 同一時間你就發覺 這個阿典娜這個陀水嘉 你要談心就談心 為什麼走到這麼遠呢 因為前妻 駕上飛機就去到江正大宅 他們遠遠見到這個飛機 哎呦 混蛋了出事了 要坐車回去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要駕上飛機 你正在阿神紀下飛機 或是說吧 談心事要有些情調 走一點才行 但不是 我再看 其實阿成湖剛正是知道人家正在殺 他還叫阿神紀走 為什麼不走呢 那飛機就到了 其實他應該叫神紀去找辦法 找星刺和阿丁娜走 即是你有地對空導彈都沒有 你看著飛機飛過來 你都不會射下來 很有錢的 他應該知道前妻那邊比較大 他知道前妻那邊有些 所謂暗黑性鬥士 火箭爆也有了吧 老大 我得錢的 其實如果沙漬 不是帶了星刺去海邊譚心 他們就在座樓裡面 就可以叫神紀 立刻帶這兩個相機 然後飛走的 但問題是一下他談心 去了那麼遠 那就回不來 老師我有個問題 為什麼那一下 光正和神紀不可以一起 駕車出去 找阿沙直和星刺現場一起走呢 其實駕飛機 他的直線上升 他駕飛機出來找他兩個 再走得 四個一起走 是不是可以做到的行為 是 那不要緊 光正就說他要準備 和他老婆同歸於盡 因為光正發覺 不行 我都不想拍戲 被我死了 就像奇哥說 想裝X4 他真的好便當 那件事 你還看到光正做了很多事情 又不知道在哪裡 把遙控器藏起來 又搞了很多事情 又打了指紋下去 不知道什麼 總之搞了一大量 前妻又攻到進來 沒有人阻礙他們 然後攻到進來 神紀其實正在準備走 然後搞了一大量 最後 因為卡士歐已經變成 這個新的戰士 這個星刺新戰士 下路賣四 就打到我星刺仆街 神紀 又面對著契弟 其實他是夠打的 神紀還挺帥的 那裡也是 但是他就只能夠走 而光正看到前妻 談了一大量之後 其實他打算 喝爆炸彈 就是一齊行家產 但是他按鈕按得太慢 所以前妻又跑掉了 其實那些光正自爆的那一幕 都是這套戲其中一個高潮位 在你不明白他幹嘛揪到高潮位 因為 他就叫 首先 我要重組案情 想想成會光正是搞了什麼 他就叫神紀說 現在你殺到他了 你準備走了 那好像和你道別 你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 首先你不明白 你不是應該叫神紀出去 找沙積和星刺一起走嗎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 其實你不是應該跟神紀一起出去嗎 他又不是 那你不知為什麼 那你當他要引爆這裡 那你引爆這幫人正常 你要做什麼呢 引所有人進來之後才爆 他又不是 那些人過了 過在家外的時候去爆 而張正是 其實 他前妻 不是打算進來殺他 打暈了他之後 他決定引爆 他前妻回來 應該是想跟他聊兩句話而已 下一位看他拿著東西 哇 我那塊東西準備自爆 他要問我的好笑 然後他就衝出去 往後往往自爆 往往自爆 往往自爆 往往往往往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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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借一幫人 那幫人機子又在飛 然後他知道要自爆 那幫人機子飛了一點 老婆又衝出去跳到機子 然後就跑了 然後卡西歐那幫人 跟星刺和阿典娜 都是在家外面的 因為這裡是兵分四路 四個場景一天,神奇在打季弟 星子和卡西歐在花園路打 老婆穿著草 光靖就自己在屋內自爆 你叫神奇走,即是你遇到神奇飛走 否則你這樣霸神奇就死了 星子和沙跡在外面你也知道 卡西歐在外面也知道 你也沒有引到任何人進入屋內 屋內應該只有你 還有地上有些被打暈的黑暗性就是事 你老婆站在門上看著你拿個炸彈 她已經掉頭走 在她掉頭走後你才按炸彈 老婆外面就已經有飛機等她 你想炸誰 而且重點是阿典娜被她的炸彈炸暈 原本阿典娜是不會被人抓到的 她現在就是炸彈 阿典娜原本還站在那裡 炸彈後阿典娜就暈暈了 然後人家就離開了 她的炸彈一獲過炸彈暈了星子和阿典娜 不過對家很好 炸暈了星子他們又不把星子走 那捉人沒用 其實那邊要捉 那邊要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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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要捉著她的 還有開頭的時候她還記得 捉一些有小宇宙能量的人 因為她很昂貴的 原來捉一些小宇宙的人 抽乾了血 拿一些血就輸入她的甲 就用 不是把那些人洗腦變成那些 暗黑性有事的 那為何不捉星子回去 對呀 又為何不捉她 還有當她炸到混蛋 然後星子醒來 醒來看到 還有我真的不明白她想炸誰 我懷疑她可能買得太多JPAS 所以 不行了 包包了 不行 那個JPAS 我連林作都相信 我不理會 哈哈哈哈 但是當她醒來有徒換白 好像很慘情很壯烈的時候 我突然想 魔靈呢 為什麼魔靈不幫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魔靈是在另一個島 魔靈負責做清零 在山上 在Department 你好像完全沒想過要幫光靜 她不是知道 進水不能夠近火 回不起來 她可能真的不知道 你打12攻魔靈也沒有下去打 對 我真的不明白 光靜可以想炸誰 然後 神幾 拿著飛機 帶上星子 去找前妻 前妻就搞這麼多東西 才能找到光靜 但你們一直都知道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迷 那為什麼不想把飛彈炸死她 和黑五星鬥士 給她有火箭炮 就炸了人家 她拿了錢 沒錢來買自爆炸彈 沒錢買火箭炮 我真的 神經病 我這麼大間 你以為買炸彈便宜嗎 混蛋 要用多多炸彈才可以自爆我家 混蛋 還忍有錢買火箭嗎 還有 阿神 幾張相機 我可不可以叫他類似軍用的機 Queen Jack 那些 Agent of Shell 那你也是覺得是戰術用的 也不是限時 說想過去意大利吃Pizza 就搭鎬的機代 你也是預意這些特殊用途用的 這部機裡面 是沒有降學山的 那他要Super Hero Landing 那如果神機要跳機 他也可以Super Hero Landing 他是勝鬥士 他不是勝鬥士 但他很打他勝鬥士 而且他可以Super Hero Landing 不代表他可以生還 你每個人都有一個夢想 他可以做一次Super Hero Landing 一次 就沒有了 你有看Deadpool的嗎 X-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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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Force那班有國學山的 要不然Peter 怎會下了電柱電影死了 就是有國學山都要死也沒有意思 對不起 不是Peter電死 是Bad Pit電死 電死的Bad Pit 所以神機就是看完Deadpool 有國學山也是死的 那 這個機 沒有國學山 我不討論這個 但有個位置 又是可以反映到 這個電影的整個製作組 是多麼廢 因為 他這個位置 就專門混合成了一首 《天馬座的幻想》 變成了音樂版去播放的 但播放的時刻 我知道他說是錯的 因為 他就是 星矢開了門 準備去跳機 因為他跟神機說 拿一國學山來吧 神機說 你真是會開玩笑的 這樣跟他認 然後 星矢開了門 然後用小宇宙能量 包圍他 包圍自己 準備跳到Super Hero Landing 在他開動準備跳之際 就奏起這隻 《天馬座的幻想》的 《Remixing》音樂版 然後 在《天馬座的幻想》的 音樂播放期間 星矢就跳下去 然後《Super Hero Landing》 然後下去 就用其他音樂 在打打打打打打打 我想說這個製作 是很狠狠 和很狠狠 其實 如果你用那些 因為《Match》 場景和氣氛的 OFT 其實 如果在星矢打開倉門 播放一些 《Match》氣氛來用的 那些OFT 就不用播《天馬座的幻想》 他跳下去 穿上套夾 《Super Hero Landing》 那些霧一散的 如果你那些 來奏《天馬座的幻想》 這件事是不是不一樣 他不是這樣做 他就是打開倉門 星矢準備跳機 在想 我會不會死 那時候就在這裏 播《天馬座的幻想》 如果你播《天馬座的幻想》 一是你的做法 你播過跳下去 他開了一隻蠻翼的 他開了一隻蠻翼的 然後跟著下去 就好像半滑牆 那我都給你 他落完 他就好像 轉了其他東西 而且我覺得 好像你所說 他落到 《天馬座的幻想》 《天馬座的幻想》 其實是被秒殺的 這個角色 貫出了整套戲 我根本的秒 是沒有用的 其實戰力上 你秒不是不行 但是 你知道前面的卡修都打到你這樣 你之前真的很廢 然後 在這個時間 同一時間 其實屋裡 前妻就開始進行這個滅神計劃 他就拿一部裝置 就跟IT9說 你按吧 我們要開始滅神了 女兒可能會有點痛 那個是一輝 受傷 女兒可能會有點痛 那她就抽了 對不起 先打破你 因為這裡有一些對白 我覺得很感動 真的要說 Adena就是生姿 被人摘了一張石 一個鉛石上面的東西 然後她媽媽就說 等一下 因為她始終都對女兒有感情 她走過去 跟女兒當作是說最後一番話 走過去 女兒就很窄地看著她 哭著她說 要餵爸爸 然後那一刻觀眾們大家心想 其實不關她的事 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其實她老婆 應該是她媽媽 也想不到她爸爸這樣 無緣無故玩自爆 還要那一刻我猜 隨時她媽媽都想 她幹嘛好好的好的 要自爆 現在我就只有你一個 在裡面 所以那一刻 我看到她什麼叫無礙 她媽媽 是完全不想 令她爸爸在女兒的心目中 那個形象崩潰 她是很顧及女兒的感受 她跟她說 這個是她自己的選擇 她不好意思說 你爸爸不知做什麼事自爆死的 我不知道你做什麼事自爆死的 我也想知道 女兒 這個按鈕又不是我叫她按的 我也不知道她在搞什麼事 其實她就是這樣跟女兒說 但是她就很懂得修飾這句話 她沒有說謊話 這個是她自己的選擇 是要選擇 不知道為什麼要自爆 那一幕是充滿著無愛 那一幕是說到她多愛女兒 才免得她覺得 原來我的女兒就這樣按鈕 然後她在抽走阿典娜的神力 然後阿典娜就在勾叫 那叫到一半 前妻就看著心痛 心願 停了一步機 她的腦袋還在浮現 成功直說話 你要相信人類 搞了那麼多東西 做滅神計劃 又找一輝回來做IT狗 又搞那麼多東西 又捉了那麼多 因為中間她捉了很多 有宇宙能力的小孩抽光他的血 她說 做了那麼多東西 到這個時刻 突然想起老公的一句 你要相信人類 還是要相信一個 你要想起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要自爆死的 暗糕的說話 然後她決定要停了這個計劃 然後在同一時間 一輝就反咬她台 看著我搞那麼多東西 你現在不做 不可以 完成這個計劃 所以就反抵 她也正式變身做聖斗士 然後就跟星矢 打了一場沒意義的交 撤了她那件鳳凰座聖衣 然後她跟星矢打 那段大家可能在社交媒體也會看過 因為人們剪掉那段 打打打打打打 其實中間他們無論打多少東西 都是不重要的 也打得不好看的 因為重點是 滅神計劃令到雅典娜的力量覺醒了 所以其實他們在上面打了幾分鐘之後 其實滅神計劃 還有一半給她 媽媽就中斷了 所以就倒過來覺醒了 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的 她今天就很枉狗 對 阿典娜一覺醒的時候 就炸飽了天花板 所以她跟一輝和星矢掉下去 看到阿典娜就在那裡 覺醒了 請神上身 神打 而且頭髮也變成長頭髮 以及變成紫色頭髮 終於變成動畫 那套衣服是像阿典娜的 難得有東西像動畫 然後其實阿典娜那種滅世 就是講那些紫色的能量向外擴散 啊啊啊啊 這樣叫 那一幕其實我覺得 跟Justine 禁爆了MOTHER BOSS 是很像的 像 由志諾貝爾爆出去 很像 那星矢就慢慢走過去 他們幫人做的事的難明程度 跟Cyber爸爸 為何不放下完蛋 出來的一樣 所以爸爸也是不明白 在那邊做的 對呀 跟Cyber爸爸一樣不明白 那套衣服就不明白 Cyber爸爸為何忍 放下完東西 自己不肯走出來 這套衣服就不明白 成虎剛正為何忍自爆 Cyber爸爸 我還可以跟你說 他的掣要在裡面按 哦 但有魚翁 那魚翁在外面 那他走出去就按 我不想又吃煙踏肩膀 好嗎 不是 成虎剛正也是吃煙踏肩膀 成虎剛正擺明就是 他想扔他的炸彈 不夠力啊 不夠力 所以扔近了 他那一刻都很醉 哎呀 糟糕 扔近了 他應該沒有人進來 我其實很怕神奇在光正旁邊 他會問 老闆為何你不放過 Tamler陰灸的前妻呢 為何你不再引人來才爆 你放過Tamler我們走 太太進來就爆炸就行了 對呀 你不用死 你跟著我去機庫一起上機 要準備好 等一群人走進來的時候 我就按摩 然後我就飛走 然後就一起去鋸馬 你都看到他們來 你空城計炸了房子都行 不用留在這裡 所以就學裝探納了 對呀 不明白 星矢就不斷接近Adena 聖衣不斷被摧毀 而之前就是一輝想埋毀一場 碰死Adena 結果就被Adena的氣場震爆 不是 宇宙能量 差不多震碎了 彈走了 星矢爬到Adena身邊的時候 其實就跟他說 你要相信我 我會保護你 我們可以克服難關 說了很大量廢話 就不知為何 就安撫到Adena的心情 之後事情就解決了 感動了女神 換回她的記憶出來 因為女神發覺 這個世紀不應該滅 因為現在她有兒子混 你當是 看不看多量 這個又挺帥 新田真叫她帥不帥 也帥 就行了 他爸爸還是什麼 紅巴 Adena的爸爸也是狼巴 然後搞了一大量 所以女神就收回她的力量 所有事情就沒有發生過 大家BBQ跳起一大結局 她記得之前 有一幕戲我又很喜歡 因為首先 星矢抱著Adena那一段 本星矢都打到傷了 原來Adena的力量 也有治療的能力 所以抱著Adena的星矢 整身的傷就 就好回來了 然後本身 媽媽因為要阻礙一輝 所以被一輝飛了鳳凰鑼 出來插在那裡 就躺在那裡 她走著手碰著媽媽 幫媽媽療傷 就好回來了 她連斷手都欲敬重生 對 欲敬重生 這樣很厲害 Adena是會這樣救回她所愛的人 我這樣說 星矢和媽媽 走出去 到神矢拍了飛機 神矢看到星矢和Adena走出來 她很開心地立刻衝下機 首先神矢因為中間 她前面就跟媽媽聖鬥士打完才上機 然後上機就被人射到 所以神矢是全身傷了 全面炆飯 逐一逐一去下機 然後沙漬一走過去 我對著媽媽說 你不要忘記醫神矢 結果沙漬真的沒有醫神矢 神矢繼續逐一逐一逐一走 抱著他們兩個回到機 還要全面繼續炆回來 你不是很真神矢嗎 還有當沙漬捉著媽媽的手 然後幫她把手伸出來 很感動的那一刻 我抱著神矢乾淨真是死得很可憐 我那時候看我 你叫成活光淨笑死 我整天都在笑 成活光淨死了 我抱著 你為甚麼要自爆呢?老爸 你不自爆就甚麼事都沒有 明明一家團聚 他這套東西真的只死了一個人 就是神矢 對 但他應該沒有死的 雷鬼黑人也沒有死 雷鬼黑人也被SM CASIO應該也沒有死的 沒有沒有沒有 一輝也當然沒有 那些阿媽勝救時應該沒有死的 對 對 他現在成活光淨死了 你不知道會不會是他 但問是誰殺成活光淨 擊殺數是0 不是擊殺數是1 1自己 成活光淨擊殺數1 自己 即是打CS那些 有炸彈在這裡 有自己的名字 成活光淨炸彈成活光淨 然後呢 在Ending的時候 我想問你為甚麼不醫 要醫治神紀嗎 神紀這些沒事 行得走 折把他拿來炸彈 那你幫我打工 你要老闆醫治你 那星期怎麼算 星期不是他 他的眼睛 我的兒子 我已經升級了 他老母龍是他的兒子 神紀跟他的關係 是不是真的差成這樣 我相信他是管家來的 剛才煮了餐飯 吃到我肚子和你計 哈哈 即是Deford過人家是神紀煮的 哈哈 那大家沒有第二個節制是神經主 沒有了 那一角很肯薄情 整個最陰謀的就是神經 絕對是 最後他們臨完吐氣的時候 星矢和阿典娜就在聊天 阿典娜就說因為阿典娜覺醒了 所以其他神都會警覺到這件事 陸續的神會覺醒來再打我們 會滅世的 所以他們就要找十二個騎士去跟神戰鬥 星矢就說我會陪著你的 阿典娜就說 但在找十二個騎士前有一件事要做 星矢說是甚麼 阿典娜就說找你姐姐 你是不是忘了你本身來找我做甚麼 但是那個時刻 你覺得找十二公更重要還是找姐姐更重要 我覺得甚麼都不重要 你快點追完了 你不要送我國情給我看 最重要是不要拍下集 最重要是這個 為甚麼你肯定找了姐姐出來 你現在畫手去找年多兩年 原來你真是單純process的 你不能做multitask的 你真的要是就只找姐姐 因為他那句說話就說找了姐姐 再找十二公的 你找姐姐找回年多兩年的 待會人家甚麼哈蒂斯 波塞東 你如果好像以前沒有包片那些 不是奧丁 全一部都來的時候 星矢和姐姐在香港做甚麼 神機會搞定的 哈哈 不過神機最好不要斷手 阿沙積真的不願意的 真的 那一輝最後都沒有死 還拿了黃金牌 那就是 因為老母其實一早 拿著人馬座的牌 因為他們撿阿迪娜的時候 應該是艾洛斯死了 所以他原來拿了艾洛斯的牌 可能是拿那個牌給他一些能量 令到他的手好像可以動到 我不知道他也沒有解釋得很清楚 阿一輝就是原來想搶那個牌 就是 去到尾他就想懶惰回 銀河戰爭片那時候 一輝搶那件藝的人馬助成衣 他就想扮那一段 那這段基本上就是一連串災難底下 還有 播了片尾 他播了一首英文歌 再播了兩首《無人兩可》的 《無人兩可》的音樂 就是像《荷里胡大便》那種音樂 那個位置居然是不做任何 跟《星始》原本的歌有關係的 音樂我覺得是完全按鈕的 是 是 是 完全按鈕的 如果你強行放回一首 《星始》的《 opening 和 ending 》 可能是不合的 我認同 你播完一首英文歌之後 你混合以前的《 ending 》 就行了 好像《 Greedman Universe》那樣 《 Greedman Universe》就是播完《 universe》那首歌 後面接著是播放特攝版 Ending 的純音樂版 真的很感動 你如果在戲院 即 可能我唯一的解釋就是 他們拍了就知道了 不用自行 敬勵他 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我唯一是這樣 如果不是 你那個位置 是應該要混合一首《星始》Ending 然後在播完英文歌後面播 這些位置都不肯做你 不如不去想拍 另一個項目 我覺得都是不如不去想拍的 整套東西都不能叫過招名 哦 是啊 其實 是不是應該叫招名 即是你《星始》其中的經典就是叫招名 你不用每次出《天馬流星拳》的時候 都會說 《 Pegasus Us and Ken》 你不用這麼叫 但是 你一次好嗎 你叫一次我沒有投訴 你有一次出來 我當是打到一輝嗨嗨嗨的東西 如果你那裡叫一次《天馬流星拳》 如果你譯回英文 可能英文有另一個名字 你不叫英文都可以 你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你叫西班牙文都可以 你是不可以不叫 《星始》不可以叫名字 你不如不敢拍我 我真的覺得 我同意 而且其實沒有什麼惡不惡 我們看得萬改的東西 就預算是這樣的 而且你叫一營是可以的 你想想 如果鳳凰幻魔拳那裡 他搞得好像被迷幻藥吃 那種狼狗 如果他搞下去 那時候那個流馬一輝 他搞下去 他好像很有殺 或者很陰險地說一句 鳳凰幻魔拳 一件事不同了 你如果叫英文 又什麼都好 你這樣撲下去 小聲的鳳凰幻魔拳 跟著他去中 事情不同了 還有 我想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覺得一輝用過鳳翼天牆 我不知道那些什麼 他有射過高熱火焰出來 我不覺得是鳳翼天牆 問題是一輝沒有鳳翼天牆 其實我不夠 雖然你找 我不是說他演員不行 我不是說他演員不行 他演員是英俊的 但是他英俊一輝這件事 他是OK的 他是英俊的 但是你那個演員做的 不是演員做的 你寫到的角色這樣 你跟我說一輝本身 可能是沒有用的 那 但是你真的鳳翼天牆都沒有用過 你做什麼 你去中間閃閃閃閃 那些火焰我當了是 你都沒有那一刻手勢 你每天星翼都出了一拳 扮成天馬猴星拳 還有天馬猴星拳不好看 還有一輝的甲 穿上身 有點肥 再加上他的面罩 現在這套很濕 有人說 哎呀 星翼那些甲 加面罩很難加的 請你去看看 聖鬥士星翼 聖域傳說CG電影 裡面全部都是出大招 那一套的甲 全部都很濕 那一套的甲 都很濕 都很濕 那一套的甲 人馬甲 進來兩範 變成看不到眼睛 也是很濕 星翼那一堆青銅 會合完 露出眼睛 也是很濕 而且這套甲的嘴型 收得很漂亮 這套就是星翼那個口罩 就是防花粉口罩 一輝就不知道 有什麼在前面 彈住在那裡 我是不明白為什麼 面罩就這麼醜 然後一輝還是有點肥肥的 他還沒露出的樣子 我真的覺得一輝的甲 加上那個身形 有點像 西島秀進套 Black Sun的劍聖 肥仔劍聖 肥仔不敵 我覺得他真的像肥仔劍聖 他真的沒有露出的樣子 我真的 唉 我真的不知道這套戲做什麼 雖然同一時間 我也想說 車田正美這套ND 也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星翼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年代 的星翼粉絲 就是不斷受到考驗 你就是不斷有些作品出來 考驗你的愛 你看完這套Loss Kevin之後 你就是不斷有作品出來 跟他說 不是啊 這套星翼真是很亂的 車田正美真是亂來的 車田正美真是亂來的 他那個ND的畫 又不行 故事又不行 昂嬌嬌地說 為了怎樣救星翼 即是冥王篇 被人隊完一劍 救他的方法就是 回到上次聖誌的時候 打夠爛了 哈蒂斯把劍 哈蒂斯這次聖誌的時候 就不可以拿一把劍去對星翼 撻夠了哈蒂斯把劍 都被你想到 有沒有這麼聰明啊 喬喬 你幹什麼 你睡覺醒了嗎 神經病 就是這樣 這個年代 星翼粉絲不易做 大家都是不斷受考驗 而這次呢 就是星翼粉絲的 不知道第幾次衝擊 看完這套劇 你又有一種感覺 他真是左叉右叉 就是有些位置開過頭 就好像是扮Mortal Compact 然後有些劇情 好像阿芬祖你說 覺得他是跟了Netflix 到CG電影 不是CG那套動畫 我之前嫌相 就是把女人變成女人那套劇 那套劇 像女人的阿信 就真的變成女人 是啊 又是說他們小時候 怎樣被人捉 有些黑色特總部都可以捉 基本上那些造型 流程都相似 去Mortal Compact 近來真人電影的開頭 再加後面 其實 我明白要找的人 是多很多 但如果你就純粹一套戲 這樣去做 可能他又真的 想懶得起完電影 可能他有信心 覺得自己可以做五六七套 就不想這麼快打十二弓 如果不是的話 因為有很多人可能會搬個Porn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搬個Porn 出來幫這套戲 說 哎 很難一套戲 出了十二弓和五小強 阿芬 請看回 聖鬥士星矢 聖略傳說CG電影 別人一套戲 出了五小強 出了十二弓 這套戲是好看的 他打完十二弓 你說有沒有快 有 但那個好不好看 好看 那套戲打鬥設定 連夾的設計全部都好看 別人那套都做到 那你當作 你要打完十二弓 好像害怕太快 你可不可以這套戲 如果是成功的 你之後才再做十二弓篇 是可以的 那你就乖乖地做銀河戰爭篇 還有 為什麼要把小宇宙的設定 當然設定本來沒有寫得很穩定 但現在就變成要有特定的人 有宇宙能量 對 那 以前那些不是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 燃燒自己的小宇宙就可以嗎 這種都是以前一種例子的寫作方式 好像讀者們 都會覺得自己可以燃燒小宇宙 做多很多你未必做到的事情 都是一種例子來的 當然是那些小宇宙 現在變得這麼特定 就是天生的 現在差不多是 就是你天生做那件事 做不到也不行 我覺得你違背了以前這個 這個說法 就算沒有寫得很明顯 你違背了 不過我跟著想 那我就很難說 青田叔違背這些事情 這個故事我不算青田叔 涉及多少 你想想去完ND也寫了出去 違背到Lost Gavin 將人套日編緣化自己還失敗了 他也做得出這些事情 其實你做的也沒什麼 大約這麼多 我覺得 有樓有樓沒有樓 有樓沒有樓 有樓沒有樓 你沒有樓又沒有樓 永世都沒有樓 你不是灰耳袋 就不是灰耳袋 本身這套東西 都有很多是藍片的事物 就是有很多 你覺得都衰夠硬 譬如你近年 你看回Sony的製作 你電玩改編 動漫改編 你經Sony手都是死硬的 你只是那個Spiderworks成功 你想想 你們之前 Welcome to Vacuum City 好看 好看 你本身聞到的味道 Sony也是很糟糕 你看回那個導演 其實他是第一次一套電影給他拍的 他之前都是拍的 他不是拍的 他簡直是Animator 他是那些譬如Vitcher 一些Game Intro 那些短動畫去製作 他也不是監開一套電影 是啊 我覺得Sony這次是否玩夠他 今次東映 我看回報道 是東映全資 全資給錢的 Sony只是夾粉 幫忙做製作的事 如果這樣的話 就真的讓你Sony善他一鎊 你找個這樣的導演來拍 編劇也是九五八八的 可能東映覺得 靠Sony這個合作 可以把這件事推出去 但這樣說 我覺得如果東映全資的話 那你東映應該會看實的 他有監製的 你監製的 你也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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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是你東映去吃屎 有時候他們是很崇洋的 那些鬼佬說的事好 對 那些鬼佬一說 不是啊 我們那些鬼佬 國際市場喜歡這些 Lady Elly文 那可能他又不敢搏 我突然覺得 你現在跟你說 我連東映都不知道 其實星似飛的視訊是什麼 為什麼連鬼佬那邊都翻了桌 我先不說那套戲 你如果那套戲的甲 你在海報上面 星似套甲不是這樣的樣子 我亂套 我當你是拿CG版那套出來 你或者弄一套雷近TV的 我當你直接 福田紅一色 全部東西不改 真的拿回星似本身 最初青銅星衣那套出來 你如果海報是穿的那套鴿 其實飄房已經不會那麼壞 現在很多人就看到那套鴿 那套鴿 那套鴿不搞我這樣 我沒問題 很多人是被海報趕走的 其實 你如果星似粉絲 老實說 近年來講 大家有什麼瘋狂我沒見過 是不是 底線的東西 大家都有很多東西都見過 你如果海報上面 你有那套我們認得的鴿 可能大家都 算了 有什麼瘋狂我沒見過 有什麼東西沒看過 照去看 那套鴿也OK 新乾真劍有多帥 去看 可能會是這樣 但現在就是 很多人為什麼不去看 平常差成這樣 就是說 我一看見到 我不想看 其實那套鴿我也不喜歡 真的不行 就是Sonic真人版的 那套鴿也不認得 其實他根本就不知道 星似粉絲是什麼 還有他覺得 做到很創新的事情 我猜應該也是想過 他覺得他做到很創新的事情 我不需要拘禮 以前的星似 只是他想扮MCU MCU有時候 拿些東西出來 未必跟著抓 是改了很多東西 他可能覺得這樣 他把星似的Title 發揚光大 但其實 會去看星似的 大家現在都是情懷 你既然是情懷先 那是不是你應該拿回 可以給予情懷大家的東西 那現在很明顯 他覺得自己不是 推銷情懷 推銷他的製作 結果他就搞這壇 他就不值得他 搞到那些票房這樣 你真的要堅持 大家都知道 Sonic version 1 是怎樣醜 現在他就是因為 製作方 他也是看完 搞不懂 搞得更好 所以現在的票房 才能收得 第二集也上了 賺錢 現在就是 他根本不知道 我的星似迷想要些什麼 所以就拿到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那一刻 又真的是 粉絲迴響 救了一部電影 因為他出了一個 Trader 1 是被人罵到他撻皮的 在Twitter那裡 可能現在他真的 東映覺得 再丟多一筆錢下去 撿應該撿不行 不是他跟娃娃信一樣 你雖在太有自信了 謝謝你 還有 這個是當我私遠一點說 這個其實可以說是 東映近年來的方針 東映你看他 拉打那邊 有一種感覺是 將觀眾當是 昂糕的 將觀眾當是 你無論做到多差 都會自動付錢 你用的昂糕 所以他就不是這麼想 這個東西 說我早就懶創新的 你不是有時候看嗎 給錢說這麼多東西嗎 但是他猜不到 大家真的看到性意 就算了 我不看了 我又去了 他高估了 聲齒這個 Title 那些粉絲是沒有彈性 會去拒絕你這套東西 他猜錯了這套東西 所以我搞這樣 其實他可以說是自食奇果 他就是近年太習慣 他真的有多少東西 其實都不尊重那些粉絲 這些動漫改編 你對個原著沒有堅持的話 其實粉絲是很難支持你的 還有我覺得有些 其實套甲 那套甲漂亮不漂亮 你說東映他覺得套甲漂亮 那些粉絲不喜歡 他想搏一招 我沒有說不行 但是其實你問 我覺得聲齒和一輝套甲 某程度上是太刺 原作他們五套甲 是很有變色度 而你現在其實 他把他們的美術風很統一 我覺得他應該是 想走哪一條 X-Man X-Man本身有色彩 他覺得全部變色 差不多色 青銅的色 他玩這招 那麼我覺得你這樣 購吧 購命 白配球 購命 但我覺得這套電影 最疼的就是 連星齒和一輝嘗還幾分鐘 下午四分鐘 除此之外 其實你們是沒有特別的 它是不是跟星齒一樣 下去的時候 那整部電影只有幾分鐘是負責動漫的元素 這本事也是一種失敗 我認為你做這套真人版 我個人覺得第一套要齊五小強 五小強不可以不齊 正如像《聖力傳說》那一套 有些角色沒有寫那麼多東西 但他已經從細節分到誰和誰的性格 就像他那套調整的《聖力傳說》 變成紫龍是個好像很硬的老人家 變成挺可愛的 其實你這套不齊五小強 我覺得已經是錯了 然後還有些東西是 你懂得擺錯的位置 你一輝真的不可以擺這個位置 你一輝真的不可以讓他做IT狗又做 那個法神經經常都像 不知做什麼有躁狂症的人 你不應該擺一輝 我覺得一輝要怎麼擺呢 你真的應該要 一輝可能是重要的時刻 你要有人出來收人檔才找人出來 其實一輝這個角色 整套戲在做的事情 應該要給誰做呢 應該要給Casio做 即是按電腦去塗東西 做打手那些 這些事情是應該要Casio做的 你頂盡去嚴刑逼供黑人那時候 你找個像Casio那樣進去 你是不是不說啊 你不說 行 我找那個人讓你說 你這個時刻才走過一輝進去 就被鳳凰馬貓拳 你兩件事已經不同了 你本身把一輝放在這個位置 去做這些事情 你其實是沒有看過他輸的 其實只要把一輝 變成一個單純的打手 這樣他用 平時他不會說話 或者平時警衆站在後面 不會理會那麼多 有事出了他就會過來打 應該要這樣做 即是你當一輝跟他有什麼 共同利益 即是說一輝要拿人馬座勝利 所以就共同利益 跟了這些人 但你們平時做些事情我不管你們 總之要打怪我才出來幫你打 其他的Dirty Rush 全部是Casio做就可以了 但你現在又擺了Casio做Mortal Compact 那些事情 我想給大家一個場外資訊 即是前年 應該是前年去年 他在Slam Done 和One Piece劇場版賺到的錢 全獲了 一獲過在這套聖鬥時精神獲了 一獲過 因為這套電影 全獲了Direct 和Slam Done The First 其實很厲害 其實很難一套電影 一獲兩套電影 因為這兩套動畫電影 Slam Done都獲了 Slam Done都獲了 這兩套電影 都是他們去年最受得的動畫電影 簡直是風潮 一獲過因為這套電影全獲了 因為接近7千萬美金 一獲過 全獲了 紅髮殺故事 夠夠去不了 鄭尚宜做了三年 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做 只做到動畫 阿尼台和波士蘭才是 鄭尚宜看了新聞 就說好像出了兩套給我 又要套用華立的邏輯 套竹卡賺了10億 散了10億 你不是後面連拔士班幾套 不如批那些 再數一數 但是 但是我自己堅持一件事 我覺得如果要說 萬改的最下位帝王 他還未威脅到龍珠 那我同意的 因為我個人星似粉絲 我會側要的東西 比龍珠 我會是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我還記得 香港漫畫家 江記問我怎麼看 我跟他說的是 我在這套電影裡 我能夠找到 原本星似物樂的東西 多於龍珠 真的嗎 我同意 你這樣說也是 我不是說他有原著的東西 而是我硬要找原著物樂上 應該出現的東西 他多於星似的龍珠 哪個裝置可以 紫紫不行 但是紫紫才是跟他搏東西 對 那裝置也可以看 你說國不空可以 我馬上收回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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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哥 但發哥做歸事是不行的 發哥就算了 我喜歡看發哥 但那個真的不行 我自己會覺得他會稍為好過龍珠 但是 你問我 但是我覺得風底我會選QF風底 對 我同意 但是龍珠不是風底 對 如果你說龍珠這套東西 我還可以 兩套國有會的攻守 但是QF我可以擺回 因為 因為這樣說的 那種我承認角色的那個玩法 這裡我玩了一會 我是承認 一輝那次 我有那種好像你跟我說那個 是Terry的感覺 但是 QF那邊出現了很多次 你路加 我要相信那個 握著兩支槍的人是路加 我就很震撼 然後 我要相信那個Terry 也很震撼 然後 我原來那個是八成 我也很震撼 但這邊最震撼 我也是一輝那次 其實QF最大的問題 我看龍珠真人版 莊子也真的有個龍珠雷達 不空也真的有 喊喊喊喊喊喊 星矢邊都真的有著覺 對 但是QF真的什麼都沒有 你弄你 草戒兼用劍的 對 腦袋用劍的 還有冰上曲棍球 但你這樣是不公平的 那套濕狗拳王真的不擺 因為預算是很少的 對 差就差的 那我純粹在說那個 觀看感受 就是 讀漫改編的最下位 是的 這樣 那Deathbrook你會怎麼擺 Deathbrook其實是 四圖裡面最高的那套 是 是 因為他整條Ruse 是跟了很多東西的 是 只是中間有某些 女王主角 為什麼要這樣發展 是 為什麼L一槍拍過 遇到那些 是 那個擺最高 四天王的分割 他已經是跟得最足的了 只是他的跟得足 都可能只有二三十分 那沒辦法 考得不合格 他算是最高分的那個 沒錯 不要緊 你十二月有一流八書看 很期待 大家都說 還有其實有一個坊間 有一個陰謀論 因為其實那時候 今年年頭的時候 美田榮一郎出過的Twitter 就叫大家 不要對One Piece真人版 那麼有信心 不要有太多期待 連原作者都這樣說 那時候也傳出 他們播完試片之後 就馬上死 有個陰謀論 就是說 其實播完 上了一套星刺 破壞之後 再收拾一套One Piece 所以為什麼美田之後的Twitter 是有再更新 One Piece新人版的東西 還有他們說 他們會收拾好這套東西 才再出 如果跟時間點上去推論的話 是有這個故事的脈絡在 但沒有實際事件發生就不知道 那到底會不會 一有百書都可能 有一些 稍微修改 但是應該的消息是假的 因為 你One Piece 東映是沒有參與的 對 參與的是集英社 直接集英社參與 美田榮一郎監製 這裡就是 聖斗士星矢就是東映教的 Drum反而沒有參與 對 但是會不會美田他們就怕了 有些這樣的事情 但就算有這件事也好 我當這件事是真的也好 富堅是不會理會 真的人大 你老婆 富堅很厲害也不理會 富堅很厲害 富堅很厲害 當我老婆是美少女戰士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理會這麼多東西 反而我突然說了一套書 我有一個移民的 因為現在的劇集是四個人 中間就是他們四個很Iconic的武器 寧軟那些 那我看著 你打算做到哪裡呢 你要做到暗黑武術大會 打士流飛影才有黑龍幫 那不出 早點出了 那你摘個笨蛋給我看 做什麼 那他受傷而已 其實這樣說 那四個主角的Casting Casting 我覺得是OK的 現在雖然是造型 撞馬的髮型也太搞笑了 而飛影真的像撞到頭 我猜他大概做到青龍白虎豬雀 那些 應該做不到去暗黑武術大會 做不到暗黑武術大會 其實你打到四聖獸都很遠 你一開始休座要死 然後要復活 休座要死很快 然後你要搞定三神器 那裡認識飛影撞馬 然後再打亂童 才再到四聖獸 那也是 其實很久 其他作品會不會還是做回 一開始有一個鏡頭 就蒲飯優座死了 又說回蒲飯優座 本作的男主角 他死了 我很期待他做回憶 這樣說你《One Piece 2》可以做到惡龍那一段 下一季就已經去圍鬥行道了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 那你倒閉一點 少打一個可以嗎 倒閉了 但你倒閉了亂童就沒有了《幻海》 OK 但你三神器又沒有《飛影》作品 可能他倒閉了些次序 或者他自己改了一些 要混合一些東西 改了一些原創劇情 而且你也預計他打鬥會比較輕鬆 那是 那是 那 就是 《萬鬼真人版》 有好有不好 正如我覺得像《租造》那邊 那一套就被人盲罵了 其實我覺得挺好看的 他真的衰在過造型 你一出來那種爛片感也很重 但其實這套戲我看過後面 我真的有 某個人不特別說真的嗎 我覺得那個人就是做回那個角色 其實還原得好 其實做得很好 其實那一套做得很好 所以不能繼續拍下去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造型的東西 這套就什麼都炒 這套唯一的債是贊的那些演員 那些演員是OK的 是OK的 Jojo 你可以看《方木老師》 他另外有一套 就是畫家 Cookie一生做的 是 我是哪位老伴 我如果要說 星矢的演員的話 我覺得《雅典娜》 我略嫌老了一點 年輕一點會老了一點 但感覺都OK的 都相似的 OK的 他算好的 南美不是更老 是 三十歲辦十年 但最差的是 南美那時候演員OK 是造型有陰了一點 其實他不醜的 因為陰了造型 他那個選法就是假的 還有不知為什麼 Netflix拍到他不漂亮 是 那你說 跟著 新田真劍又 現在很高人氣 拍完卓樂之後 他就說 人氣爆升 萬改帝王 是 那一輝也不是醜的 只不過是不應該這樣的造型 還有這樣去寫一輝而已 真的 那 大概這麼多 今天來到這裡 這套東西真的不拿出來炳 也不行 真的 希望大家的命長得好一點 就不用看了這套戲了 那我們做節目看了它 真的 我記得昨晚我在做電影watch party 我看了半套星矢就做watch party開台了 我收台了這套我跟他們說 我說這套歌可不可以唱久一點 片尾 因為唱完我就要準備回去看星矢 我可不可以多唱一陣片尾歌 我只是這樣說 那最後沒有 還是回來要面對 那我們繼續說了這個 也深信你聽我這集節目的娛樂程度 應該會比真的看星矢這套戲 而星矢迷也是共勉之 近年都是不斷吃虧的 大家都是 大概這麼多 藍片和我研究會 遲一下再回來見面 今天到這個差不多了 大家聽完這段影片 記得按個漂亮的Like 給我支持一下 也可以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或者做我的YouTube會員 也有Facebook群組和IG帳戶可以follow 在這裡多謝各位 今集節目到這裡差不多 下一集回來再見 拜拜